大家好,我是吳仔 又來討論新聞女王的周邊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高凱寧,哇,我看到20集了,好像很聰明 20集,你看到後期,你會發覺高凱寧為何變成女主角 又有愛情戲,又有全部的事情都關她的事 高凱寧 由曉薇的妹妹的氣氛在她身上,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現在有人在爆高凱寧上位之迷 高凱寧的樣子有些特色,美麗就不是精緻那隻美麗 臉也有一點寬 我看到她經常用頭髮遮蓋著兩邊 她的頭髮真的挺大的,你看看高清電視 但是她頭大而已,她有些東西更大 她的身材真是不得了 嘩,真是第一代 現在就弄過什麼大波港姐呢? 她也是大波港姐來的 2008年選港姐 被林敏聰拿電話 曾志偉當然是喪及的 嘩,有雙眼在這裏,難道不看嗎? 那我們說一下高凱寧,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有時間跟大家討論一下新聞女王的劇情 好了 Kathy,許思晴 人氣急聲 一般,說她現在的血是很罕有的 跑去捐血,放了上IG 很好笑,立刻想起那個劇情 買紙旗100元? 100元買紙旗,要她變得有價值 高凱寧捐血 告訴別人,我的血很罕有 不是,她有價值的意思做善事 當然沒人嫌 大家一起捐血吧,我捐不到血 我沒辦法捐血,我地中海貧血症 大家捐多些血吧 對呀,幫助別人吧 好,說一下高凱寧,2008年選港姐入行 因為她是澎湃姐來的 以她身材用澎湃來形容,相當貼切 近年就拍劇 現在的樣子很有氣勢 她這個頭髮中軟 中長軟 有點像美少女戰士的海王星 有些人說她努力擺脫花瓶形象 她身材擔當 無論是SNK還是TVB都是身材擔當 高凱寧的樣子是純粹的 事實上 是個身材勁和高大 整個感覺 那你知道 其實今年的大波港姐 郭佩文 身材很巨大 只有曾志偉寬心 他們都是喜歡看大大隻隻的 高凱寧當年參選港姐面試 三點式都很厲害 林敏聰立即當眾開口問 她說你填資料 在這裏沒有電話 呵呵呵呵 林敏聰 這樣問人拿電話 當時高凱寧幽默回應 如果你想拿電話要先問一下TVB 獲賺轉數快 即是說她轉數很快 那就贏盡掌聲 林敏聰經常拿電話 當時有個網紅 我們出去的活動 她看別人的美女 瘋狂著別人 又在這裏問人 你拿你的電話一起吃飯 她最喜歡 她是很爛追求女人 追不追求到一件事 殺了網先 林敏聰的人 我看過她是這樣弄 另外 拍攝港姐加勒比海郵輪 高凱寧被曾志偉 攬大腿喪及 嘩 不厲害 另外高凱寧因為身材太厲害了 有人說你是不是很聰明 她解釋身材是媽媽給我的 很漂亮很滿意 會好好珍惜 不是聰明 她不是那些 廟室燈籠帶 她是 人又高瘦 嘩 胸又巨型 腳又老鏈那麼長 玩到曾志偉 整個鬥主多開心 瘋了 很開心很開心的樣子 很開心的樣子 好像每個人跟曾志偉有些比較親密的位置 例如 高凱寧 還有誰 沒有的 高層看中 大波港姐也有 一定要曾志偉 曾志偉 一定是曾志偉 高凱寧只有21歲 讀大學 大學 的 副學士課程 她的樣子都很清溺 還有魔鬼身材 人家叫她 波霸法拉 有點像陳法拉 又硬來 不是很像 像那隻 踩單車出來的 公仔 當時說是大熱門 大熱門 大熱門 今屆的人說是大熱門 拿第五 因為當時她是非不絕 人們說她說謊 假裝有錢 混合過兼職無故 被人流出半裸的工作照 她堅持 她說這輯相不算性感 她說因為工作是模特兒 只是滿足客人 嘩這樣也不算性感 貼著乳貼 相當性感 性感 性感 打側的側語 除了 那個 對 見光了 哎呀 叫她厲害 那是正的 是正的 這樣也不算性感 說話 她 她小時候的樣子是挺甜的 蘋果肌 粉粉的 大大舊的 可愛的樣子 另外再爆一點 就是那時候 上位 美女廚神特別版 去泰國 跟著被漲備 夾個球 嘩 凸了出來 34D 胸口幾乎頂到上頸 這個 場面又誇張 堪稱經典 又是 又是厲害的 好肉的 她 另外看到 又說玩這個泥漿 浸浴的時候呢 陳庭欣 真的走到一邊都可以了 陳庭欣也不是小的 有小小的 但高許寧 真是 成了恐龍蛋 大佬 大佬 TVB Messon 高許寧 一個就搞定了 另外有個叫五角大戰的 無線節目 她又 演一個叫紫荊合 說她在車上 飄移 蝕她的東西 飄移 蕩賴 有視角的效果 不過 收了五個投訴 說意識不良 不雅不適 是一入兒童觀看的 不是的 兒童都是要 吃奶的 嬰兒子 人類 看到當成物 說到 發網追擊的那裏 被人強姦 相當經典的一場戲 迷姦 是 這麽好看的 劇集 有些電影都以 比堅尼上陣 連王晶也先抱一抱 王晶也說要讓她的背部頂一抱高凱寧的胸口 美麗物令的肥佬貞 被高凱寧兇壓 再加上2016年 高凱寧和陳偉張秀民和陳志堯 每個人都叫做有 嘩 原來 陳偉也不小 陳偉也大大隻 嘩 雖然有一塊布封住胸口 但是兩個人一跳的時候 動感非常 嘩 Yoyo也好看 張秀民也很厲害 是啊 如果張秀民在這裏選不到高凱寧 分分鐘 分分鐘都要選過才知道 每個人都 TVB最多是美女 高凱寧看她的身材應該平時有做健身的 你看她肩膀有一點肌肉拋出來 她這些是 玩得不錯的 剛剛有個女生問我 你不知道你懂得健身的女生怎麼玩才好 玩到高凱寧這樣 她說不會看到肌肉的 不是的 她這些大球一定要粗的 不然很容易對她 空肌一鬆弛 整個肌肉塌下去 背著一寒背 玩完的 你一定要保持多身材 一定要做健身 你的肌肉要夠強壯才拉得住複架 好了 什麼 早前台慶否認走性感路線 整個台慶最性感是你 否認走性感路線 她說 我從來都沒有走過性感路線 是你們覺得我性感而已 但是我覺得是讚美 也很難得的 多謝 玩東西吧 台慶那時候 不是很大路 別人以為他露東西的時候 他跟他全封了 他也有些想法 你又露我又露 沒什麼好看 你預料我露我不露 你訪問我為什麼 他有他的想法 高凱寧 那個樣子 其實我覺得他是特色演員 好像是 正印花彈就不是的了 正印花彈就 樣子要比較 不要那麼特色 特色 他的特色就有些特出的 樣子是不是 但是也好的 你說做女儀呀 做一些角色 好 讓人忘記 這樣 這個樣子很重要 這個樣子 好 講一下劇情吧 新聞女王 許詩情開始就來做主角了 我看看 說到什麼 說到第14集 被揭發是假的 何依庭的學歷 我一句說話 挺正的 那邊吧 跟上去吧 又不用檢查學歷 原來跟man姐那時候合起來 合起來 也聘請他 聘請一個人回來 有 痛腳拿著 好用 好用 像妹仔一樣 好了 那麼 何依庭也被人調到網子部 高凱寧就頂了他的prime time 唉 但是 到高凱寧變成妹仔 好過癮 他說我跟著你的時候 我沒有說做妹仔 他說 我想不到你可以做什麼 就是man姐的東西 你以為他 真的用你 然後到你這裏的時候 沒有說過 是可以變的 就是 蛇絲曼 這個角色很過癮 其實挺壞的 你想想如果做下屬 你答應了一些東西 走回來 但是轉頭 不行 好了 劇情講到 其實去說回 那個 何依庭 何依庭 被人吃抑鬱藥的時候 被 蛇絲曼看到 見公的時候 他是這樣進去那間公司 何依庭現在出現了幻覺 對呀 妹妹死了 那邊看好看 說說高凱寧去採訪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特意的 搞到 喂 那場戲呢 說說妹妹死的那場戲呢 我要稱讚誰呢 稱讚賢明熙 你發覺這部戲呢 有很多位置 你沒有了賢明熙的歌呢 你沒有氣氛的 賢明熙 可以 然後你聽到 它入了 那些人不用說對白 你就可以 抹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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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這首歌 你又如何抹帥 當然可以唱 但你不會是賢明熙 這樣是 1966 那麼高otto 整件事情 立刻只是昇華 好像拍MV 那樣 王家瑋式的表達手法 很少有電視劇 只是播歌、播面,不說對白 接著說到李斯華上位的機會 英國手上要下台的消息 高凱寧說自己英文不做 李斯華就拿來做 李斯華這套好看在 他開始已經說過劇本 坤哥出了去跟火牆 他說了一句 剛開始的劉艷說 你之前不是公司讚你的嗎? 這麼快又被人失了 坤哥說這個台做這行 這期你紅帝馬上跌到谷底 慢慢你就會看到 你會看到這套主播 譬如每個拍爛手掌給MEN姐 轉頭又說要解僱他 高凱寧做女生沒什麼做 轉頭又可以變成主角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李斯華現在好像 拿到一個勢子 別人說要捧你 他不要 他之後變成落水狗 過了一段時間 你看到他是高高低低起起跌跌的 每個角色都 很好看 然後 有一個劇情 我又覺得很愚蠢 說過高凱寧 他說他父親住戶路縣 看電視看見李斯華 訪問英國大臣 他說這個女兒 很厲害的 講英文 等等 不停向縣有讚 李斯華 高凱寧就很難受 後來有一句對白 就這樣說 他說 我這麼辛苦 我對著你 為你這件事 沒得做 那件事沒得做 你認住另一個女人 說這個是你女兒 我認識你女兒 爸爸 這個劇情 我覺得很愚蠢 你怎麼會跟一個 有失智症的老人家 在那裡 爭論這些 無謂事情 搞錯 這個就是很 我撿 你看到 我也相信真的有這些人 但是 你明白這個世界的 實際上 你就不會有這些痛苦 你要求一個人 已經的智力低了 已經失智 沒有了那個認知能力的人 去要求 他知道誰是你 有什麼 那你強求一個有問題的人 為什麼 這些位置 劇本寫得好像 怪怪的 接著說什麼 那些藥老事件 就是 白日 那裏叫白日 什麼鬼 現在新的那套 拿獎的電影 林寶儀那套 有些又說 是不是這麼厲害 開Cross Over那套 然後就 好像馬上抽到水 這樣 可能剛巧 這麼巧 哪有寫得這麼快 說這段劇情 都挺過癮的 挺好看的 這裏 開始又好看的 之前那幾集 我覺得 尤其是說什麼 最愚蠢的 說說 說阿佐治 阿佐治的性侵 那件事 我覺得簡直是硬來的 那一段劇情 整個新聞女王 我覺得最無謂的 就是阿佐治仔 說阿馬國明 那個劍擊的女兒 很矮小的 做化妝set頭的女兒 她說 她說 她 投訴她性侵 原來的原因是 我不知道你們看了什麼 那個位置 說她是暗戀她 合理嗎 只要毀了她的世界 就會得她一個白癡 這些是白癡的劇情 這個位置是白癡 這個位置是寫得壞的 搞到我之後 她是不是真的有搞她呢 這樣 你這樣隨便 說恩愛 她不是誠恨 做些事情出來 打算搞到你沒了一份工 然後她就會是我世界的唯一 都能說得出 那個位置真的寫得不好 不知道怎樣說服到觀眾 是那個位置 然後 高凱凌 你說現在這幾集 都是做主角這一段 我覺得挺好看的 說到這裡 下次再看其他劇情給大家聽 拜拜